右手左手挥一挥 志工在台上大跳我的餐盘健康操 提醒大家营养生活要健康吃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9号举办 时尚社区营养五告赞 社区营养推广中心成果观摩会及颁奖典礼 希望展示各县市卫生局的健康饮食创意味教 帮助在地长辈从吃来延缓老化 基隆市卫生局就推出AI营养机器人 不仅会说话还会转圈 大大提高长辈对胃教资讯的兴趣 营养师陈玉婷表示 长辈除了喜欢跟AI机器人对话 且从互动中他们也能了解长辈的健康情况 长者可以有个实体去互动 他可以跟他说话 可以跟他讲话 然后可以跟他拍照 或者是我在这个互动的媒体机器人上面 有设置了一些营养教育的游戏 他可以透过点按的方式 然后跟这个透过这个机器人 学习到一些营养的知识 那我们也可以在社区使用这个互动机器人的时候 我也可以了解长者的激励 有别于新科技 台东县卫生局则考量县内有六个原住民族 为教手册就特别针对原民的饮食加以说明 文字还贴心使用母语拼音 阿美 北南等等 我们总共有六个原住民族群在台东 占台东的三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我们的原住民的族群 所以我们特别发展了不同语言的单张 其实这些服务都是国建署所推动的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让营养师走进社区服务长辈 国建署署长王英伟强调 台湾已经是老人社会 而有好的营养照顾才能延缓失能 因此期待有更多营养师加入社区 一起守护长辈的营养健康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 萧兆萍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